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今天哪能和尤浩然老师一起说相声 心里特别开心 您过奖了 尤浩然老师哪真是家喻户晓 那倒也没有 代表作是这个家有儿女 陪伴了我们一代人的童年时光 也就一般 下雨 是我 还有下雪和下冰雹 二位老师 你看过家有儿女吗 有老师你几个我说着 我说着 你看过家有儿女吗 不是你妈来了 我 我说相声来了 不是你这相声说的也不可乐 你就不该说相声 前期你这说的就不对了 怎么了 我不说相声我干嘛去 拍戏 拍戏 你说的容易 这没人找我 你瞧你这话说的 你旁边那导演 游浩然当导演了 当导演了 人家那新戏 找演员呢 你问问游导 那我不行怎么办 你行不行 你问问人游导不完了吗 那个 你别怕 你别怕 他不咬人 不咬人 我搞什么我 不咬人 那个导演 你看我 行吗 你行啊 不拴着不行啊 那我还是狗啊 我 没事 不是 导演你看我演戏行吗 演戏 行 行啊 你行什么 你演过戏吗 你就行 你演过什么戏啊 我演过 你说你说什么 演过 那个什么 雍正王朝 雍正王朝 你演的谁啊 官员 哪位官员 文武百官的议员 说半天龙套 妈 还跟哪位文武百官议员 傻玩 我是这样吗 我 你小龙套 你跟那你有什么可炫耀 要说你看我们戏剧界的 就比你们强 你这像演员 叫龙套 我们叫什么呀 你说说 没有小角色 只有小演员 只要用心来 那处处是舞台 哪玩意处处是舞台了 闭嘴 你说你的 他真不要人 真不要人 说一声吧 不是不是不是 没事没事 你看 我 我真能演 我真能演 要不然这样 你 试试戏 行 那咱试一段 那我想想 你演什么合适 对 你想想 我演一个什么合适 公斗剧行吗 公斗剧没问题啊 行 您看我这个形象气质 我必须得演 太监 好极 太监干嘛呀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谁像太监呢 多像 我得演皇上 行 你演皇上 你看我演皇上 那这样 天秦你给我搭个戏吧 我演谁啊 太监 这胖子真缺德 游老师 您怎么说话呢 咱俩谁胖啊 不是 他主要说你缺德 对 那没事了 我能演皇上 行行 你演皇上 那这样 你准备好了吗 我没问题 我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啊 让导演看开始啊 准备 开始 皇上 加 崩 喽 好 停 太好了 还行吧 你这个内心戏啊 这有什么内心戏啊 你怎么还生气了 我能不生气吗 可能我没夸他 您也说得了句 您演的也特别棒 不是 这夸的也太美心了 怎么了 不夸你了吗 什么玩意儿 那些 就我都没有词半天 我上来就杀青了还 换一个 行 野公斗剧 野公斗剧 什么 肥猪格格 太适合他了 没错 你不许说我胖了 不是那句就叫这 还 还你一个肥猪格格 我不要 拿着拿着 给孩子的 什么叫给孩子的 妈呀 你别添乱了 不你说的嘛 还 我们只能还你肥猪格格吗 你还不要 那叫还猪格格 行 对就这个 行不行 我得演主角 反正我演主角 紫薇格格 怎么样 我看紫薇格格也行 行吧 但咱演哪段呢 演这个容嬷嬷 扎紫薇这一段 那我演容嬷嬷 我演容嬷嬷 我演容嬷嬷 我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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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你瞧瞧 各位瞧 这一个容嬷嬷这样的小配角 他们还真省 我说句共道话吧 你演容嬷嬷 你演皇后 我也皇后 行了 行 你能看我 那咱就来 开始 可以 开始 说 是谁派你进到皇宫以来 勾引皇上的 是令妃娘娘训练你来的 还是扶伦家养着你来的 说 是谁派你进来的 容嬷嬷 给我教训教训她 这样 不是 叫吧 你叫天吧 叫地吧 皇宫这地方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啊 我 是谁派你来的 是令妃娘娘 不是 啊 还是 不 扶 扶 扶 你是不是 你 啊 停 停 停 没完了 不是 她一说话 您就拿针扎我 她一扎我就 啊 我半天有什么词 我这主角 你瞧 你瞧 不是 我是主角 你一个配角 你跟那刀刀刀 那么多台词 这样观众都看你了 他不看我了 你管得了我 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 就是 而且人家说的就不对 我也没词啊 这都是剧情 你别整这剧情 不行不行 又不行了 我得演主角啊 是不是 咱换油道 你再给他找一个 那我说句公道话 行 咱换一个 换一个 大腕 您看过吗 大腕看过呀 那您就来那个 李承如老师 房地产商那段 经典独白 没问题呀 行 来这个吧你 那个 那个有点 要不然 这 您给我们做 做一示范 不是你这那么难伺候 还让导演给你走戏 闭嘴闭嘴闭嘴 要不你来 你们说 好不好 行 一定要选最好的黄金地段 要建就建最高档次的公寓 电梯直接入户 户型最小也得四百平米吧 什么宽带啊 光缆啊 卫星啊 能接的全给他接上 这楼上面有花园 楼里面有游泳池 楼里面还得摘英国管家 戴假发 背儿绅士的那种 甭管业主有事没事 一进门 张嘴就得问 May I have you sir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 背儿有面子 这社区里 在建一个贵族学校 教材用哈佛的 这光学费一年 就得几万美金吧 在建一所外国诊所 24小时后诊 就是一个字贵 看个感冒 怎么也得花个万八千呢 周围的邻居不是开宝马 就是开奔驰的 您要是开日本车 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你说说 这样的公寓 带多少钱一平米 我觉得咱们也两千美金吧 两千美金 那是成本 四千美金起 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 这业主肯涛两千美金 买这房 他就不在乎再多涛两千 你知道什么是成功人士吗 不知道 成功人士 就是买东西 都买最贵的 不买最好的 所以 我们房地产商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最贵 你来这个 你瞧 我没记住 我没记住 我怎么那么 我就想演主角 我就想演个主角 你演不了主角 我能演 我能演 我跟着前景 我能 别吵了 别吵了 再听我说一句公道话 得听导演的 别说 我觉得 从您这个舞台经验 台词功底 文化底蕴 表情管理 这四方面来讲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您啊 太胖了 别说了 谢谢 谢谢三位